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盘中餐 莉莉皆辛苦 辛苦 辛苦 好辛苦 你们看看我 种地种得这么辛苦 可千万千万不要浪费粮食啊 不要浪费食物 要不然 农夫伯伯会很伤心的 哎呀 天气好热呀 口渴 哎呀 不行了 今天太累了 我看啊 我先回家休息 明天再来吧 明天见 喂 我又来了 没错 我就是鸡蛋哥哥 大朋友和小朋友们 你们好 又到了我们讲故事的时间 那今天鸡蛋哥哥要为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 四个字叫做拔苗助长 什么是拔苗助长 什么意思呢 别着急 让鸡蛋哥哥来告诉你 从前有一个农夫 他经常给河苗除草 松土 捉虫 希望河苗快点长大 因为河苗长大之后 就变成了稻谷 稻谷丰收之后 就成了大米 不过呀 这个农夫 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急于求成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做什么事情都很着急 想赶快把它完成 没有耐心 你们说 这样好吗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位农夫 他到底是怎么没有耐心 你们看 它来了 啊 又要开始干活了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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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啊 为什么邻居家小二的河苗长得又高又壮 噢 我家田里的河苗却长得这么小 这也长得太慢了吧 怎么会这样呢 不行 我要想个办法 要让我的河苗长得快一点才行 要长得又高又快 可是 有什么好办法呢 嗯 要好好地想一想 农夫想到了什么好办法呢 有一天 他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几颗狗尾巴草玩 孩子把狗尾巴草的杆往上拔了拔 草立刻长高了一截 于是 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是狗尾巴草呢 这就是狗尾巴草 它毛茸茸的看起来就像狗的尾巴一样 所以大家都叫它狗尾巴草 这种草啊 只要用手拉住它 往上拔一下 它就会变得长一点 那这个农夫 他究竟想到了什么好办法 让我们去看看吧 哈哈 我有办法了 我有办法了 我只要每天把这些河苗往上面拔一点点 就可以帮助它们长高了 拔苗助长 哎呀 我太聪明了 现在就开始吧 哎 哎 嘿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 这就是农夫想到的好办法 把河苗一颗一颗的从泥土里往上拔 啊 这样河苗就能长得又高又快了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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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拔了一半 太累了 明天再来 继续拔 哈哈哈哈 太开心了 嘿嘿嘿 我今天又来拔苗助长 嘿嘿嘿 什么 为什么 我的河苗都死了 都枯萎了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 都是我害了它们 都怪我 我不应该拔苗助长 哎 现在 你知道什么是拔苗助长了吗 小朋友们 看完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不可以拔苗助长 急于求成 不要着急 要有耐心 如果你急着去完成一件事情 却用了不对的方法 到最后 不但不能达到目的 还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就像那位农夫一样 急着让自己的河苗长高长大 就用了错误的方法 结果却毁了自己的河苗 而且世间万物都有它自然生长的规律 不管你是种花 种草 种西瓜 都要慢慢来 慢慢等它长大 对不对 就好像你的头发也是一样 如果你使劲去拉它 它可以马上长长吗 当然不可以了 除非你像鸡蛋哥哥一样会变魔术 就像这样 变 怎么样 我的头发长得快吗 你看 我的魔术是不是很厉害啊 什么 再来一次啊 好 不要眨眼睛了那跟我一起数一二三 好吗 我们来说 跟我一起说 魔术 魔术 变 变 变 一二三 变 掌声在哪里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鸡蛋哥哥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小朋友 如果你还想听鸡蛋哥哥讲故事的话 记得下次一定要再回来哦 鸡蛋哥哥还会变魔术给你看 等着你来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